北安的老英雄們 老前輩們 我們給他們鼓勵一下好不好 30、40年來他們不斷的衝撞 不斷的流血 不斷的抗爭 甚至103年事件開了挖土機進去核電廠 打開了大門被判刑 剛剛講話有點激動 那個假牙掉了 大家不要見怪 再次謝謝各位 依然還是關心著核電跟核廢的議題 感謝所有主辦單位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的所有夥伴 我們有幾百個NGO的團體關心我們 你們的關心也是鼓勵著我們繼續前進的力量 我想你們的關心是可以感動我們 可以繼續對地方 對台灣這個核電議題 繼續走下去的動力 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大家 北海岸東北角 謝謝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夥伴們 謝謝 謝謝 謝謝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的郭慶寧執行長 還有許富雄會長 還有所有的北海岸的老英雄們 他們三四十年來在北海岸他們面臨的其實就是核電廠 一直就在他們生活的周遭 他們面對的不太是我們在這邊可能看到新聞 看到網路上有核電的訊息 有輻射外線的問題 因為他們旁邊 家裡住的旁邊 就是不斷在運轉的核電廠 每一次的危機 每一次的風險 都跟他們有關係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的也是